马来西亚和泰国都是世界最大的榴莲主要出产地 它们的榴莲的种植和采摘方式在不同的地方都有所不同 在这视频里 我们看了很多榴莲是从榴莲树采下来 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到达榴莲园做一个实地考察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过去 我叫我阿华在泰国土长大的泰国人 我是带小孩来泰国读书的阿师 我们现在是在泰国东部罗永府的一个老树榴莲园里面 好几年这几年 大概十年左右 我们这位师傅已经结了十年果了 结果也是一个技术果 因为榴莲的刺很多 大家看一下 如果受伤面掉下来不小心砸到自己会受伤的 摘果的工人其实需要更加有经验 因为判断这个果可不可以摘成熟度多少 再把它裁剪下来 一般是远的话用一个小刀割 就把它摘下来 大家看 这是我们这个榴莲部落今天收的果 我们坐在中间的就是这个圆主 当我们进入榴莲园时 遇见了这位榴莲园主欧先生 他的祖先来自中国潮州 现在是第二代移民 欧先生已经68岁了 有两个孩子 他种植榴莲已经有40年之久 在泰国 超过20年树林的榴莲树被称为老树榴莲 据欧先生介绍 这样的榴莲口感和味道更好 它的榴莲产量每年都能达到30多吨 我们遇见了一位擅长挑选榴莲的大姐 她敲一敲榴莲就知道哪些是好榴莲 她把成熟度高的榴莲放在一边 不成熟的则放在蓝色的篮子里 她的老公也是榴莲行业的老手 拥有30多年的经验 我们采访了她 询问她如何挑选最好的榴莲 以及如何把它们运到海外 她告诉我们 4公斤左右的榴莲是最顶级的 而2到6公斤的则属于好榴莲 要挑选熟的榴莲可以采用多种方法 轻轻敲击榴莲 如果声音是噗噗噗的 那么这是熟榴莲 闻一闻榴莲 如果有榴莲香味 那么这也是熟榴莲 捏一捏榴莲刺 如果容易捏动或两个刺靠得很近 那么也是熟榴莲 此外 如果榴莲表面裂开了 那么它就过熟了 有传言说这种裂开的榴莲是泡过药的 但这是否真实还需求证 我们也看到了一颗五房瓣的A果榴莲 这是一颗好榴莲 这一些好榴莲 都是我们运出国外的首选 接下来 我们看到了它们如何开榴莲 这样看当天的 一颗一颗 你那颗一颗一颗 生的榴莲 这是刚刚熟的 咖啡三颗 哈哈哈 树上现在的榴莲 它的皮是比较水分 所以开起来就没有那种盘盘药水的这么容易开 随妈妈 已经看到肉了 红红红红红 所以在这个突出来的就是每方肉的中间 再开开浅一点 就可以剥开了 大家还是要注意 注意手 最好在家里面背一个手套 就剥开 戴着手套剥开 吃榴莲一定要吃这样的榴莲 真正的树上自然熟的榴莲 好 再吃一口 好吃吗 小伦刀好吃 泰国话怎么说 阿赖金金 小伦定 空 酒 热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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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Möglichkeiten